鮑罗欽当时就脸色一变,愤怒地表示说:"廖同志,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布尔斯维克从苏联无产阶级的手里面炸出来的一些险,当然其实是从俄罗斯资产阶级那里抢了一些险,但是没关系,他这么说是比较政治正确的。 你以为是好来的吗?我们也是希望有一点收益的。我们凭着二百万银元打进了广州城,然后从广州城的资产阶级手里面捞到了二百三十万银元,这一点一点都不能让共产国际满力了。 我们以为至少能捞到几千万,然后就算不能北伐也可以整理一下广东,结果才捞到二百三十万,连维持广州政府的日常开治都不够,结果黄埔军校要建立党军,我们还得另外打钱。 默斯科对此很不满意,斯大林同志从海参威给你们运煤油,真是千辛万苦呀,而你们却想放弃广州港跑到粤东去,粤东的广口在哪里?在山头海鲁峰,这样一代运输成本又大大增加,而且连广州城的二百三十万银元也都丢了。 我老实告诉你,如果我们到了粤东的话,恐怕共产国际就不会再给你们打钱了。廖同志,你要好好想想。 然后他转过身来问蒋同志,蒋同志,你是最可靠的革命者,黄埔军校是唯一可靠的党军。我们想听听你的高见。 蒋同志表示,滇军无敌于天下,我认为黄埔军是挡不过他们的。跟着那些靠谱的克军一起打仗,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也认为革命根据地应该搬到山头去。公产国际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可以从粤东就地筹款,坚持粤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待机而动。 鲍洛平回过来说,蒋同志,我没有料到国民党的左派也是这么一副德行。你有没有想过,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的主义也无非是,你现在占据了陈炯明同志的位置,现在你可以把陈炯明的老计策拿出来开。但是你懂不懂我们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法? 陈炯明到了粤东,他是能够筹出钱来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他的兵就是粤东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兵。 按照苏联的阶级分析法,陈炯明代表了大农的利益。什么叫大农呢?就像莱普曼一样,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负责这批人。 陈炯明就代表了辛亥革命以后,从粤东刚刚发家致富的这批富农阶级利益。这是鲍洛平先生的原话。 陈炯明本身就来自于这个大农阶级,代表了这些大农的利益,他军队这些大农的子弟兵,而且他也曾经为这些大农剿毁,维持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这些大农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他是粤东新兴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代理人。他能够从本地抽款,是因为这些人愿意拿钱给他。 你以蒋同志的一个奉化人,你的防护党军是五福斯海凑起来的,你蒋介石第一个就不会说粤语,你手下的人也没几个会说粤语,你跑到那里去。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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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上次跟粤军打仗的旧手还没有报。蒋同志,我看你很危险呀,布尔茨维克在高加索被当地的土族部落酋长和地主资产阶级挂在树上的下场很有可能落在你蒋介石的头上。 蒋同志,你要小心你的前途。于是蒋介石就像是泄气的皮球一样坐了下来,但是他继续表示说:"但是我们没有合格的军官呀,这样子怎么办呢?我觉得很有必要,苏联给我们派一批击沉军官来,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仗,否则靠防护党民是靠不住的。 鲍罗廷仰天长叹地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搞得也只能这样了。于是他就调了一批苏国军官来,到蒋介石的银环去给他们当军事顾问,实际上去替他们指挥。 然后,他就凭着这样的军队打退了唐继尧,保住了广州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到了南京清兆以后,他重新发明历史。 表示说,蒋介石自古以来就是右派。鲍罗廷企图把苏联顾问安插到广州的时候,左派势力在已经老糊涂的孙文的安排和像汪精卫这样的左派的配合之下,把政委和苏联顾问安插到了国民党军队内部,所以我们国民党才会被共产党所困扰。 但是,加伦将军回忆录,我在一个星期之前刚好在翻加伦将军给共产国际报道,加伦将军的回忆录很清楚地证明,鲍顾问本来没有打算派这批苏联军官来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官纷纷表示,如果没有苏联军官来,他们是打背影唐继尧的,这批军官才派来的。如果说这算是苏联的殖民主义的话,那也是国民党主动要求他们来的。 但是他们的要求应该是属于军事现实的,也就是说,根据以前他们跟滇军打仗的经验来说的话,他们就是打不过滇军。 从智序输出的角度来讲,很明显这就是,滇军代表了日本军事输出,也就是普法战争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军事技术在远东的输出。 唐继尧、阎锡山都是这批苏联的产物,而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相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技术。 所以孙传芳都必须派白俄上来了,因为白俄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苏联红军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唐继尧、熊克武、刘湘、阎锡山这些旧军阀代表的旧式的军事技术已经斗不过他们了,白俄还勉强行。 于是,北伐战争就变得很像是红俄和白俄在远东进行的内战,就像是拉丁美洲的战争很像是西班牙两党率领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差不多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这就是拯救了香港的租界地。本来黄埔军冲进沙面租界的时候,香港本来是岌岌可危的,省港大罢工。